杜团长 你这样 怎么让我在上级面前 为你开脱 我现在都搞不懂 你是不是真的在通共 孙主任 这件事情没这么简单 如果我们真的 跟新四军打起来 受益的只有日本人 这件事情 我们还没有得到 上级的批准 我告诉你 司令已经给了我 擅自决断的权利 你是不敢打 你这个结义兄弟 还是同情共产党 孙明凯 你个日本间谍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日本人给你的命令 就是让你挑起 江阴地区的 国共两党的争端 你说什么 你个罕奸卖国贼 亏你还是个军人 敦凌云 你今天要是不把 相兵李给我抓起来 那你今天通过的罪名 就坐舍 司令要是怪罪下来 我可保护不了你 凌云哥 你别听他胡说 他就是日本间谍 董令云 这是共产党在妖言祸中 扰乱决心 你要是不动手 那我就动手了 想兵李 你真的不应该自套罗王 凌云哥 董令云 你 你这是干什么 你想造反哪 孙主任 对不住了 这件事情我越想越蹊跷 不过我们打起来 手艺的可是日本人 对不住你 得让你在禁闭室 待几天了 把他抢给我下了 来人 把他押下去 关几天 你给我当着 走 他以前给如果的 现在我们全团士兵的性命 都捏在你我手里了 小二 涨点水 来了 这不会是筐子了吧 等了一上午了 还不来 没事 我倒要看看 他这次还能耍什么花招 既来职责安置吧 再等等吧 我出去看看 顾英 你不要见我吧 我来了 对不住了 这话应该我说吧 别动 把枪放下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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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干什么呀 什么干什么呀 聊会儿天啊 聊什么天 执行任务 喂 三宝 这种任务我执行得比你们国民党多多了 我有经验 咱们装的是喝茶的 哪有喝茶不聊天的呀 你看你的人 一个个跟欠了个人钱似的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谁啊 聊聊聊聊聊天 聊天聊天 你说他们都上局上午了 还没下来 不会出啥事吧 不能吧 这也没 顾英 既然你约我们来 这个女人算什么呀 非常时期 小心点准没错的 来吧 饭菜都准备好了 我们边吃边谈 不必了 顾英 你让凌霄来通知我 有什么话直说吧 很简单 我需要跟你们联手 除掉一宿 为我弟弟报仇 那你当初还答应日本人 给他们当间谍 其实 我更多是为了我弟弟 因为日本人说了 如果我不同意 就杀了我弟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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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们算了 是 第一条 可顾凯还是死了 我知道 所以我很后悔 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杀了遗雄 替我弟弟报仇 顾莺 之前的事情我不想再提 但这次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必须给我一个 充分的理由 我会把一雄一切的 行踪给你们 你们带人 找机会对他下手 不过 我有个条件 你还想跟我们提条件 你说吧 我需要一份陈情 证明你们除掉一雄 是我提供了 重要情报和线索 为什么 毕竟 我还得留条后路嘛 我们怎么知道 你没再骗我们 一雄后天 会去南唐镇视察 这几天 他会接连 巡视好几个 重要的房区 这个时候 是你们下手 最好的机会 是 那关于孙明凯 你说他是你们日本人 买通的间谍 故意挑唆我们国共之间的关系 你有证据吗 我就是证据 孙明凯当年是我亲自招募的 这都是你的一面之词 我们凭什么信你 这些都是为了防止我们招募的人 有一天背叛我们 没想到 却成了杀了这个人的刀子 有了这些东西就太好了 这个我得拿走 不行 这些都是秘密文件 如果你带走 我会有麻烦 义雄 你怎么来了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我带人去查前几天 西郊粮库被盗的事情了 过来 你喝酒了 回来的路上喝了点酒 你怎么了 怎么最近好像一直心神不宁 而且总是见不到人 真的没什么 我最近只是事情太多 压力太大 抱歉 实在没有时间陪你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况且 你的伤还没有好利索 明天不是还要去巡视吗 我的身体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别太担心 既然这样 你也早点休息 明天我们一大早就要出发 明天我也要去吗 既然你最近压力这么大 就跟我一起出去散散心吧 我 我还是不去了吧 小偷的事情再次放一放 晚一天再去灵 天塌不下来 走了 走吧 连住 走了 别人 来 走吧 走 这是在干水域 团长 准备好了 团长 准备好了 快 赶快 准备好了 为什么要停车啊 那我们去南汤镇了 你们也要注意 这些也要注意 注意 嗯 我们不去南汤镇了吗 考虑到我们巡视的时间太短 而且巡视的地方太多 所以临时决定 我跟小野分头行事 他要去南汤镇 我们去广岩镇 开车吧 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将要全力配合皇军的行动 你看这个不错啊 这一辆东西 对 这是不是真紧的 这使你ो这个 这一辆的数字 这个 这个 要多算 这个 这个 我再到前面去看看 裴福吧 我 小子 小子 掉上跟它的 不防强 不是 我 不是 走 走 走 没发现 义兄 怎么只有小野 义兄早晚也跑不了 快撤吧 等会儿贵则肯定会来的 撤 好 撤 撤 走 走 黄达 我们 确实在占习后 是 对 对 当时是担长的 禁物品 当时 每天担长的脑子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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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啦 怎么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我们说的话题太无聊了是吧 我们说的话题太无聊了是吧 没事 我听着就行 你们聊 不用管我 报告 进来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义兄 义兄 出什么事了 义兄 义兄出什么事了 南唐春被袭击了 小野 小野他 战死了 团长 你可算是回来了 碧莉他们行动怎么样 还算成功吧 什么叫还算成功啊 怎么跟您说呢 也不知道为啥山口义兄啊 根本就没露面 不过好在我们把小野跟他手下 那二十多个鬼子兵都给打死了 这会儿已经撤到抽空庄休长了 这不 让我回来跟您通报一声 伤口一行 这次便宜他 命还真大 小野太隽 你咋这么没了呢 你放心 卑职一定替你报仇 上去你的假慈悲吧 这次吗 先兵旛 现在我问你个问题 谁 我寻溃的路线 只有四个人知道 其中一个人已经躺在这里了 还有两个人 就是我 和你 山口太郡 你不是怀疑我出卖了你吧 山口太郡 天地良心哪 山口太郡 我怎么能出卖你呢 你就是见我十个胆子 我也不敢出卖你啊 我也没那个胆量啊 再说了 皇军对我有恩哪 我报还来不及呢 山口太郡 我出卖皇军 那我不是自己 砸我自己的饭碗吗 起来吧 是 是 砸哥不是你 难道是他 你说的是 顾处长 不可能 不可能 虽然我平时跟顾处长有过节 但是我不相信是他干的 毕竟你们 这儿是谁干的了吗 项碧里 肯定是项碧里 只有他们有这个实力啊 现在只能确定的是 这伙人是军人 而且用的武器都很好 不像是新四军的人能用的武器 那难道是军统的人干的 我们在国民党内部的几个县人 也暂时都没有消息 要我说 看来可能不是军方的人 而且 如果一雄 你真的被军统盯上了 我劝你还是小心一点 因为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 接下来的巡视 还是不要去了吧 不 继续巡视 齐齐军统 就会让我盼了吧 来 来 今天终于打死了小野 也算了结了一桩心事 干爹九泉之下 也能闭上眼了 会不会孤英的情报 有什么问题啊 只可惜一雄这次没来 放心吧 他早晚跑不了 你回去 那孙明凯怎么处理 能怎么处置啊 交给上级处理呗 不是 你自己不能把他给崩了 这么明显的证据 我这边的情况你不了解 这孙明凯可是司令身边的大红人 如果我私底下给他崩了 那我事就大了 这可是个烫手的山芋啊 弄不好就烫着我自己了 令云 我真没看出来啊 这些年 你也学会明哲保身了 怎么什么事到你们那儿 就这么复杂呢 明摆着这事吗 我也想当一个纯粹的军人 可情况就是这样啊 什么情况啊 是是 支队长 故隐给咱们撤侨镇的人 留下的最新消息 吃了吗 没呢 来来来 坐坐坐 拿方块 今日行程临时有变 巡视没有取消 浩天东堂镇 没取消 没取消 会不会是医熊有所察觉了 我看不像 你们看啊 今天这个行动 我们进展得这么顺利 毕竟小野是死在了我们的墙下 可见日本人之前是没有准备的 令云 敢不敢把这把堵大一点 怎么堵 你我合并移除 等伤口医熊进了东堂镇 咱们把东堂镇围的水界不通 看他还怎么跑 这也犹犹豫豫吗 好 我这就去调兵 好 赶紧吃口 咱们也得走了 哎 好 怎么 立刻集合队伍 把每个营连的弹药都补齐 是 你们可算回来了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那个叫孙敏凯的 跑走了 就连咱们团也被司令部派来的几个人 接管了 都干什么吃的 连个人都看不住 把那几个守卫拉出去给我逼了 行了行了 现在逼了他们也没有用 司令派谁来接管舞团 都在这儿 你终于回来了 高老弟 是你啊 司令请你续一谈 走吧 自小爷死后 日本人加强了守备 同志们 东唐镇一手难攻啊 日军虽然人数不多 但他们的武器特别精良 九二重机枪 还有清几枪 支弹筒 一应俱全 特别是这几个位置 大伙儿看一下 一手难攻 而且一旦打起来 这尾的日军会迅速增援 咱们很难做到守卫坚固 这就是我之前 为什么一直反对 攻打东唐的原因 但现在的形势 有所不同了 杜陵云的部队会从西色 协助我们攻打英雄 他们负责打鬼子的援兵 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去打掉他 亭公 你的任务就是提前带领你的连队 在这个位置 提前做好攻势 以为我们随时发起进攻 明白 大伙儿都谈谈各自的看法吧 人吧 党有 小心 离人 打起精神头 消耀转 好不做 快 来 阿尔德君 准备了吗 大佐阁阁阁 准备了 那我们开始 是 一会儿日本人的车队过来 看他打 是 都加把劲啊 秦荣 怎么样 一熊的车队还没到啊 没啊 石队长 这 개子怎么先打了 咱们竟鬼子全套了 军队长 国民党那边一个人也没来 是不是杜立云和日本人一块狂咱们呢 不可能 云云不是那种人 顾英那边一定出什么事了 老朋友 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 我列失了一个反监机 你就这么不堪一击呀 相关大军 那顾处长那边该怎么办 我只有安排 是 什么 国民党杜丁云的部队没有参战 背信弃义 一群脑肿 团长 前方还说 日本人这回好像有所准备 故意等着咱们 会不会是日本人和国民党联合起来 不会 国民党再反共 也不可能跟日本人联合 董国强在干什么 董国强带着留守部队 去增援了 马上派三支队出发 先去增援 国民党不干 我们自己干 是 是 初长 山口异熊不在司令部 好像是昨天一早才走的 什么 司令部队是昨天一早才走的 我 我 梁云啊 你到我的房区多久了 一年零四个月 我一向代你如何呀 司令代我不跑 当时你带着队伍来投靠我 我是看在你义父 东北军老交警的面子上 才收留了你 当然 你小子打仗也是块好材料 但是 这不是你在我这儿 作威作福的资本 司令 您这话从何说起啊 从何说起 出来吧 是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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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队长 鬼子给咱们挖好坑了 国民党再不来 咱们撑不住了 不要再等国民党了 他们来不了了 警官 鬼子 最擅长的就是从左右引爆冲 我们现在只有所测 这个口子你一定给我守住 警长 你先后撤 去给我布个雷区 布雷区干吗 一会儿后撤的时候有用啊 你们先去 我来争取时间 快 上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包庇共产党的人 联合共产党的人 抓了我的侍从主任 你胆子好大 你知不知道你犯的是死罪 司令 孙敏凯他是日本间谍 他是受了日本人的意 故意挑起我们跟新四军之间的矛盾 让我们打起来 让日本人坐收渔翁之力 司令 别听他的 杜陵云是一派胡言 他是为了掩盖勾结共产党 这个事实 嫁祸给我 他还杀我灭口 幸好我跑出来了 还有 他和相兵里是结义兄弟 这层关系您是知道的 他胡说 我没有勾结共产党 这谎话的本事越来越大了是吧 张口就来 那我看你当兵就是个错误 你可以去编析取了 司令 报告 司令 江抗相比礼部 在东唐一带跟日本人打了起来 他们的 他们的 关我们什么事 下去 是 司令 这是我跟相比礼约好一起参加的战斗 我们得到内报 山口一雄就在东唐 这是一个杀掉山口一雄最好的机会 司令 你还说没跟共产党联系 我看你现在都听从共产党的命令了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司令吗 司令 我求您 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带兵上战场 我想亲手干掉山口一雄 为当国尽忠 只好要杀要寡 悉听尊便 你当我傻呀 我放你走 你还回他来吗 杜陵云哪杜陵云 千不该万不该 你不该跟共产党走那么近 我想保你都难哪 只能对不住了 来人 把他给我押附刑场 就地抢去 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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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提醒他的伤眼 他是日本间谍 司令 司令 报告 司令 这是刚刚送来的 把他翻开 司令 孙主任 看看这是什么 还有这个吗 这是不是你亲笔签名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真是瞎了眼了 听信了你的谈言 司令 现在必须马上把他抓起来 就地枪决 支队长 雷池不好了 好 控制高连长可以撤退了 是 朋友们 就地撤退 司令 杀了魂力掩护 我们中了鬼子的吞套了 赶紧撤退 撤 撤 想必你跑了 让我们的士兵死死要住他 我们的人为什么还没来 在来的路上 马上就到 太慢了 给我吹 是 你快 快 前边 快 铁锅 这里 快 怎么样 别别都买好了 走 快走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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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从今天开始 你要改口了 东西送到了吗 已经送到了 我们的人说 杜陵云已经没事了 那就好 处长 我们为什么要救杜陵云 很简单 我让杜陵云欠我一条命 将来他肯定会还的 走 咱们赶紧撤 走 走 来 我们再喝一杯 这事都怪我一时糊涂 听信了孙明凯的谗言 好在你及时提醒了我 不计前嫌 关键时刻还救了我 从今天开始 你杜陵云 就是我马金飞的亲兄弟 来 哥哥敬你一杯 谢司令 要说啊 这袋文件送来的可真是及时 这才让孙明凯不得不承认 自己是日本人的间谍 这袋文件谁送来的 知道吗 不太清楚 可能是咱们潜伏在日本人那边 军统的人吧 你说这个文件 它怎么那么及时就送到了呢 要是再晚一会儿 我可能就要铸成大错了呀 最重要的是 我们没跟共产党开战 如果一旦跟共产党打起来 日本人乘虚而入 这才是最严重的结果 话虽然这么说 但是做哥哥的 今天必须推心致富地提醒你一句 这孙明凯虽然是日本人的间谍 但是有些话他说得在理 就是你跟共产党那边 你赶紧给我撇清楚 尤其是那个相宾里 纠葛的太多 不是什么好事 过几天 我要推荐你升任教导旅的参谋长 你跟共产党那边搞不清楚 我怕审核的时候 有人会拿这个说示 共产党这三年来 有三万多人发展到了五十万 这要是放任不管的话 再过一两年 肯定超过一百万 到时候 哪还有我们国民党的活路啊 江卫园长 可是早就对共产党不满了 司令您放心 我杜陵云对党国忠心不二 生是党国的人 死是党国的魂 我杜陵云在国民党 始维云在国民党在国民党 死是党国民党在国民党在国民党 你找了党国民党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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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 他们背叛你的职位吗 我之前有一个女人 背着我 偷男人 你心疼吗 疼 咋不疼啊 钻心地疼啊 是因为 她背叛了你吗 关键是这男的 她偷这男的 她长得实在是太难看了 连黑老七都不如 她家穷死了 你说她找 找也找个好样的呀 你好 你你好 你老年们都不怕 别吵了 那后来 你跟她怎么样了 就我这脾气 我正当他们干内势的时候 我拎着两把枪我就进去了 当时就把他们俩打死了 那你开枪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 解气 解疼啊 太过瘾了 太过瘾了 我不知道如果有这么一天 我能不能下得了这个瘦 你来找我干吗呢 太君 人都回来了 但是没有抓住顾应 那你就给我找啊 直到找到这个人为止 好 我这儿就去找 太君 我这儿就去找 走了 太君啊 团长 我觉得马司令提醒你 也是为你好 咱们私底下 跟兵力有交情那是事实 但你我心里都清楚 国共之间 早晚有一天得打起来 到那时候 如果你还是跟 相兵力纠缠不清啊 那你头上这点 乌纱帽可就不保了 我杜陵云当兵 是为了保家卫国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是你眼里的光芒 让黑暗依旧有前方 在莲花之中不绝望 能看见天堂 乱世的天空中依然有太阳 那时你与雪纷战 留下光芒 没有你给我的力量 我怎能捍卫着地方 愿成为你彼岸的灯塔 站在绝境中 变一阵远茫 写中强着今生沙 我看见 何变化依然绽放 卫世的天空中依然有太阳 那时你与雪纷战 留下光芒 没有你给我的力量 没有你给我的力量 我怎能捍卫着地方 愿成为你彼岸的灯塔 愿成为你彼岸的灯塔 站在绝境中 点一盏远茫 写中强着几尘沙 我看见 我看见 和平花依然绽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